哈囉 鄭凱 你好 哈囉 基敏老師又見面了 好 那我們來介紹你這個很快又出了第二本書 這個大鏡頭畫海報 然後嚴正發全台灣最後一個電影手工畫看板的師傅 然後這本書跟全美戲院其實非常的重要 是不是把這兩個故事這兩本書稍微先說明一下 其實這兩本書都是從台南全美戲院出發 然後我花了就是兩年半的時間 然後從上一本大鏡頭放電影 然後進入到這一本就是畫海報的部分 就是著重在嚴師傅的這個手繪看板的技術上面這樣子 然後也透過他然後去連接到就是 海報跟看板文化在台灣跟世界的脈絡這樣子 然後這個書的故事基本上就是嚴正發老師 他一生怎麼樣從這個畫海報一路到現在 變成國際知名的這個人士 但是在更早之前其實他跟台南下營的這個鹽水龍 他們是有點關聯性是把他們的關係介紹一下 就是我在天野調查的過程中就意外發現 就是嚴師傅其實是 就是來自就是跟鹽水龍是同一個就是中青 然後他們都是可以回溯到鹽回跟鹽之推 就是這個鹽氏家族的這個脈絡上 血緣的脈絡上 然後因為鹽水龍他其實自己也有過去也有在做一些可能海報設計啊 或者是一些公共美學的推廣的這個呃一些貢獻上 然後我就覺得其實呃師傅的在目前在做的事情跟就是可能手工 繪畫啊或者是工藝面向上或者是在做一些呃公共美學推廣上 其實都有一些連結上的 然後又加上他們其實都是來自呃夏營 所以其實我就覺得這一個呃 不管是呃可能血緣或者是呃地緣上 然後再加上他們在做的一些公共美學的推廣上其實都有一些連結這樣 嗯嗯嗯嗯所以其實他們的路都非常的相近啊 只是他們相隔的年代有點遠其實他們沒有真實的碰面 但可是他們都走過這個一路刻苦自學一直到最後 都是以終身推廣美術教育為主的一個這個目的 我們是不是就把這個呃嚴正發小時候那時候到底多悲慘 而且一開始他的父親是非常的阻止不讓他學話 對因為其實呃台灣在對於藝術或者是呃美術 其實大家都會有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對於呃可能如果要從事這相關行業的人 其實都會有一些阻礙啊或者像父母親其實都會去拒絕小孩去去從事這相關行業 因為都是非常的呃呃困苦跟貧窮的 對所以呃在小時候其實師父在呃他小時候想要立志 想要成為就是手揮看板畫師的這個過程中其實也是相當辛苦 就是呃第一關就是必須必須面對到他的父親其實就是百般阻擾 就是希望他呃就是從事呃比較正當的呃工作啊或者是把書讀完 再再想想說呃下一步要做什麼 可是師父他就是很堅持因為他就是從小看到那個呃報紙上的那個電影廣告之後 他就是欣然就是希望就是要有志要從事這一個行業這樣子 然後一直堅持到這現在就是50年這樣子的生涯 嗯可是他那時候小時候看整個台南市的台南市台南線的整個電影手工看板的一個氣氛其實是非常熱絡的 就是各門各派非常的多 那他爸爸為什麼會不看好這一圖呢 呃我覺得應該還是就是對於小孩從事藝術相關 我會覺得就是比較呃沒有沒有怎麼講沒有固定的收入來源 然後可能對我覺得主要是這個這個部分就是他 而且因為他父父父親其實是呃比較從事農業跟呃 當時其實是建築業興起因為那時候就是大家在蓋房子嘛 所以他就是很希望呃師父可以跟著他去去學學做一些這種呃可能呃 呃蓋房子啊或者是跟他去賣一些呃魚貨啊這些比較呃可能他們在呃鄉下認知上是比較有有穩定收入來源的一些工作這樣子 嗯對你有講到一個重點那時候也是論件記手 所以是有畫一件才是多少錢就對 可能是這樣他才覺得他沒有固定收入 沒錯沒錯其實到現在都還是以件去算 就是戲院跟呃看板畫師他們在他們都不是領月星的這個概念 就是他們都是以件數在在呃資新的這樣 所以他其實是非常不固定收入來源他就是會可能如果是呃 因為過去其實是換檔就是會依戲院的那種換檔次數去畫看板嘛 可是現在到現在其實就已經就是就是現在可能就是可能兩個禮拜或呃到一個月才才換一次 所以他現在頻率更低就對 頻率更低了可是在過去可能就是會很長就是即勝時期可能就是呃一個月就可能要畫上幾百張幾百幅的這種看板 所以可是那個就是那個呃收入不穩定的狀況是一直持續持續的狀況 這個就跟看電影的人口是有關係的 以前看電影人口多大家看的快可能一兩個禮拜片子就要換了不能大家受不了 那現在大家看的慢或者是你的很多多元的管道所以你不一定要去戲院看電影 所以他一檔可能就要放到這個一個月左右 對沒錯沒錯就是會依戲院或者是到更呃前端的那個呃影片的來源上其實都會有影響 他因為就是看板畫師我有在書中也有提到就是他是最末端 他等於是電影產業甚至到電影戲院端都是最末端的一個呃工作者這樣子 嗯嗯好梳理就從他這個私起最開始講他也曾經到台北工作一個月就被丟包回去了 小同工就對了 對那其實小時候就經歷過蠻多一些可能比較呃 對他來說可能有點童年陰影的一些一些困苦的狀況 像包括就是他去台北然後學做工或者到高雄去學車床 然後結果不小心手就差一點被壓傷跟碾到 可是還好都是不幸中的大幸這樣子 然後他都有存活下來 然後到他一直堅持到現在 就是他一路走來真的是蠻不容易的 所以他一開始的學習還是在台南為主對不對 只是在他當兵前有短暫的學習一兩年 後來就當兵才又找不到生存的空間 只好跑到屏東去畫這樣子 對沒錯 因為其實那時候就可以發現 其實那時候手揮看板師傅非常的多 就是那時候可能就是有點 供需上其實是有點不平衡 就是有很多大量的手揮看板師傅 所以其實那時候在台南他其實是找不到 就是他沒辦法擠進來這個狀況 所以他就必須他就後來就找到朋友 然後迎接到他去屏東潮州 就是的戲院 因為那邊可能比較鄉下比較缺這樣子的人才 然後他後來回來台南之後 那時候他算是技術比較成熟 就開始有穩定的位置了 對然後剛好可能也慢慢的那種 就是這個技術面上需求也不多了 所以很多手揮看板師傅也開始陸續轉行 然後一直到後續可能電腦都已經出現了 所以他就是 可是他就是一直堅持堅持到現在這樣子 嗯嗯嗯 你在訪談過程中有講到他其實 個性非常的害羞 那他其實不太願意跟人家親近 你要不要先把他形容一下 其實師傅的部分他其實是因為 他其實不太善於溝通延遲 就是因為他過去其實多半的那個 抒發或者是在詮釋事情都是用話筆 用話不用講話 他其實很少有這樣的訓練 可是後來其實2000年後 進入全美戲院 因為全美戲院就是因應著就是 文創的潮流 然後把它捧出來 變成一個比較媒體從而的感覺 所以他就是必須開始 必須要對應到可能記者啊 採訪記者或者是一些網紅啊 去跟他有一些互動跟採訪 所以他才開始慢慢有意識到說 他其實是要闡述一些 自己的個人生命經驗 可是問題是 因為過去很多記者跟媒體 其實都是來來去去很快 就是他可能就是 來一個半天來個一天 然後就是簡短的幫他做訪談 所以我在田野的過程中 就會發現說其實師傅的生命故事 其實是有點重複的 就是他其實是 就是大同小異的狀況 然後我又進一步跟他做口述的時候 其實我就發現他其實在應對上 他其實比較是用簡答的方式 就是我可能問了一個 可能他可能就會用 簡短的說是跟否 或者是用可能某個年代 或某段很短暫的一個記憶 他沒辦法很完整的去表達說 那個事件上 所以其實我在一開始田野的過程 其實蠻辛苦的 就是師傅其實對於回答我問題 或者是在闡述一些生命經驗上 比較不容易的這樣子 所以變成你要花很多時間陪伴他 對 而且加上他就是在畫手繪看板 或者是他在教課的時間 他其實是不允許有人去打擾 而且甚至是他可能做完工之後 他其實也是累到就是精疲力 沒辦法在額外在播時間給我 就是做更多的訪談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一開始口述的歷程 其實不太順利這樣 他那時候被全美聘請為第六代的首席畫師 是他幾歲的時候 差不多就是四十幾歲 就是他其實算是他壯年的時候 對 就是可是他在壯年的時候 就不小心就遇到了 就是已經幾乎沒有人在做手繪看板的 這個部分 然後後來他真正被爆紅 是因為封台灣的關係嗎 對 就是從Janet 就是差不多一零年的時候 然後封台灣 然後進而去採訪全美戲院 可是他們其實在兩千年多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在做一些文創的轉型 就是全美戲院在做文創的轉型 可是真正被國際媒體 就是被挖掘出來的 是Janet的那個封台灣的那個節目開始 然後進而就是開始BBC啊 然後很多國際媒體 其實都開始陸續有進行採訪這樣 李安好像也是重要的推手對不對 李安就是因為是全美戲院的一個重要代表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切成兩個階段 就是20002010年之前可能全美戲院 會比較著重在李安的這個新聞套點上 因為其實2000年初的時候 就是李安在好萊塢其實是奧斯卡 有很大的這個熱潮 對可是2010年後就是 接續就是顏師傅的這個部分 就是有很多國際媒體也進而挖掘到 這樣的一個台灣很特殊的文化傳統 所以就是我就是接續著的 所以只有這20年間其實全美戲院 就是有非常多的新聞報導 跟國際媒體的一些相關的報導上這樣子 嗯嗯 不過比較可惜 因為他們看板要重複的使用 所以那個畫面上的畫作 通常都是覆蓋掉重新再畫對不對 對沒錯 其實我在序序裡頭也有講述到這個 有一點就是我覺得是蠻可惜的 然後有一點像是 就是薛熙佛斯的那個神話的那個感覺 就是師傅好像一直在做徒勞的事情 就是他 因為他每個看板其實是要重複使用的 就是以成本來說 因為那個很巨大嘛 所以他其實拆卸下來之後 其實他就是要抹除掉 然後進而畫另一個新的看板 所以他其實是要重複使用 所以變成他他在保留他的作品的時候 其實都 呃現在比較好就是因為他可以透過一個 可能電腦網路的這個數位的影像保存 或者是加上就是2000年後就是 呃全美西院有幫他陸續的做明信片的 這個比較書面上的保存 可是不然他實體上其實保留的並不多 就是可能只有就是全美西院倉庫裡頭有一些 他覺得自己覺得有具代表性的 他就是有把他 有真的有實體做保留這樣 然後後來全美西院又有幫他開所謂的這個 手工電影海報刊版 延期班有所謂的四天的平日班跟這個假日班 然後聽說人潮不濃多 對就是每次其實開班就是報名非常踴躍 對他其實就是一個比較像是記憶傳承的一個部分 就是透過這個延期班 因為他其實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在從事這個行業 他希望也是把台灣傳統的記憶可以把他流傳下來 然後可是用一種比較低門檻跟比較 不用有任何就是跨土費 他就是用一種體驗的方式 然後讓大眾可以去接觸這個 所謂電影看板的文化這樣 然後另一個部分可能比較實質面向 就是希望幫師父存一些養老金 就是全美西院很精心的為師父在做這件事情這樣 對他是終身未婚嘛 那你在訪談過程中有沒有試圖去問出他過去有沒有一些戀愛經驗 然後什麼原因這樣錯過 他還是多少有透露一點點 可是可能都是已經年輕的時候的事情了 所以他就會有一點感嘆吧 然後可是因為到現在他就已經就是比較 比較在著重在自己的工作上 後續啦 後續可能都是很專注在自己工作上 加上他可能因為所謂看板的這個 這個工作其實就是還是薪水不高 然後生活比較不穩定 所以他自己可能一個人就有點難吃飽了 所以所以就還是就是可能這個面向上他比較沒辦法 他比較沒辦法再有婚姻的關係 或者是 不過他個人是比較感覺的出來 他對這個手工藝的這個傳承比較看重 就是說他現在還找不到能夠傳承他的這個記憶的這些土地這樣 對其實是有一兩位一些學員其實是有長期的在跟隨師傅進行這個公益的一些學習 然後可是因為我覺得這可能也是跟他們過去的這個畫師的一些傳統有關 就是跟很多台灣的職人很有相關 他們其實都會擔心就是自己的土地比自己 自己還要 厲害 厲害對跟高超 所以他們其實都還是會留一手 或者是他不希望自己的土地 土地超越自己 所以我覺得其實多多少少就會變成很多 傳統記憶為什麼會逐漸消失 或者是對其實這真的跟很多各行各業的一些職人 或者是傳統記憶是有這一個慣習上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師傅這個部分好像還是有這方面的擔心 對可是現在就是用比較不一樣的方式幫他做一些傳承 跟像書我覺得書也是一種幫他留下紀錄的一個方式 所以就是像大家一帶傳一帶然後每個人都看布 看不到最後就是失傳 對 實在太多太多這樣子的記憶上的或者是公益上的案例了 對 不過我們從這個顏正發師傅 我們看到一個就是那種非常執著那種精神 而且他生活非常單純對不對 每天起床馬上就到電影院這樣一直工作到結束這樣 對他其實每天的那個SOP還蠻 作息都一模一樣 對幾乎都一模一樣 所以我就覺得他其實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一直堅持50年是有原因的 其實他每天就是一早吃完 他說是吃早午餐 然後可能就是吃台南的 就是大家熟知的可能牛肉湯啊 或者是牧魚啊 很傳統的那種早午餐這樣 然後吃完可能10點11點就開始密集工作 然後工作到3、4點 他其實會看太陽的狀況 有時候如果太陽太大 他就是也是會提早休息 可是他就大部分就是到3、4點、4、5點 然後就結束一天的工作 然後就到台南的小北夜市去包便當 然後吃晚餐這樣 然後他現在其實會攝取很大量的水果 就還蠻特殊的 就是我對他的觀察 他就是每天都會攝取大量水果 因為他其實自己腸胃不太好 所以他就是會攝取 對他會透過大量的水果去補充纖維跟水分這樣子 對 可是他一整天下來就是差不多SOP 就是很單純這樣 然後晚上回去就是可能看新聞啊看電視 好最後政凱還是要再把全美戲院介紹一下 因為有全美戲院的這個堅持 他沒有改建才會有今天的這個嚴正發 還能夠站在這個舞台上對不對 對 就是其實我這兩本書就是有一個延續性的 就是他其實是 就是從大景頭這個台南很重要的一個 可能從航海時代一直到現在到當代都 一直留存的地景 然後旁邊的全美戲院 然後全美戲院其實也是維持了71年 今年是71年 這個從建築不管是建築或者是電影放映 或者是裡頭有很多戲院的文化文物 其實都保存下來 然後包括就是手繪看板的這個記憶的部分 其實也是這個戲院的一環 對所以其實從上一本的全美戲院的專書 然後到顏師傅的這本書就是進而去 從一個戲院的畫師的個人詞 去連結到戲院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兩本書都是一個 互相交錯跟呼應的這個故事 今天非常謝謝作者王正凱 為大家介紹大景頭畫海報 顏正發以電影手繪看板 這本書原著文化出版謝謝 謝謝